以后你的名字就叫薛定妃 按理说薛定妃是定国公的骨肉至亲 满朝文武不可能有人比他更希望薛定妃可以平安归来 可是他今日在朝堂之上的神情不似欣喜 到四十 惧怕 正是 朕疑心薛家有事瞒着朕 而且这件事绝不会消 通舟之行 你不是说我事事都有成算吗 那是因为我知道 只要有你护在我的左右 我便能高枕无忧 够了 他这么好的人 就不该留下瑕疵 我宁愿他恨我 我也不舍得他去恨自己 这人通想万物 了尽人心 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答案 为什么 我宁愿吧